HELLO 大家好,我們上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相機 今天講CANON,CANON又有新消息 HELLO 大家好,我們上一段時間 近來講CANON,先講NICON 至於NICON出了一部Z9,真的刮了CANON兩巴 無論在拍片方面,就贏了一部R5 在影像的像素方面,就贏了一部R3 所以對CANON現在相當大壓力 CANON要應對這件事,當然最簡單是出一部R1 像素再強一點的去五千萬像素以上 連拍三十張 拍片方面,拍到8K 60p 是unlimited time 無限時間,不會overheat 當然會贏了NICON 但做這件事就沒那麼快 最快的,最簡單的是什麼方法呢 將現成的改良 例如整部R3 upgrade版 等於R1沒有可能 最大可能就是出一部R5的改良版 什麼呢? 就剛剛這部R5C R5C是一部主打拍片的相機 算是拍照來算的 R5C是相當優越的相機 一定要credit這部相機 不要誤會,不要說我對R5有任何意見 只是在拍片方面 它在overheat上令人失望而已 我明白CANON粉絲在R5剛出的時候 爆了overheat的問題 他們有點失望 有部份是說明明是overheat 說明這麼短時間 就不是overheat 就是這樣去幫他鬥 很明顯 但當後來的相機 發現不是 拍了長時間 也不會overheat 以NICON Z9為例 拍了這麼長 一個多小時也不會overheat 應該明白到 其實overheat 是不應該的 太短時間 overheat 真的不對 CANON痛還是C痛 就組了這部R5C 這部是一部主打拍片的相機 1C系列 CINEMA一定的拍片 解決了拍片最弱的部分 就是overheat的問題 當然拍片能力更加會加強 即是多了很多東西出來 消息說 這部R5C將會在明年1月 即是一個月之後 就會推出 很快 30日之內就見真章 當然這部影片主打拍片 一般拍攝硬照的粉絲就不對 再說一句 假如你只買相機來拍照的話 R5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當然R3也沒有問題 就是葉遲400萬像素 R5像素高一點 我只是勸大家 如果你有錢 想買一部強的CANON相機的話 R3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一年之後就有R1 所以這剎乱的話 R5是相當好的選擇 如果你拍攝硬照的話 但要拍片的話 它就有福了 因為它比較容易overheat 但如果真的做拍片製作的話 R5C就對了 消息的話 在1月18日就會推出 我剪得影片的話 還有20多天就會推出這部機 有什麼消息呢? 這部相機的消息說 它會維持4500萬像素 即是說 拍照部分和EOS R5沒有分別 改良了拍片方面 影像出來是Digit 10 有IVIS 這些不用問 當然有 Canon Lock 3 最重要的是 這部相機是拍攝8K 30p unlimited time 為什麼呢? 因為它加了一個 內部主動散業的系統 令這部相機能應對 一個比較長的8K拍攝 我明白到 以我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拍攝8K 即是4K都未必適合 好像我現在拍片和高清 我都未用到4K 因為有時候剪片都快 我這部影片是不需要的 對於一些製作朋友 偶爾需要用到8K的話 相當好 這部相機沒有來自ND 即是要用ND 或是用真的ND 另外有Timecode 可以開關 即是影片可以有時間數字 另外用了R3 除了以前裝閃光燈之外 現在裝了其他配件 可以和相機應對 最重要的是 它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散業系統 另外 為了安裝外置螢幕 有一個螺絲孔 大家期待這部有內置風扇的EOS R5 應該是一個月後就有了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這段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我畫面上有我的FAN PAGE 連結在那裡 可以留言給我 問任何問題 簡單 文字大理 複雜的 另外要支持我的頻道 除了按LIKE之外 訂閱之外 上個連結可以買到攝影書 算是這邊的供應商給我買 當然我有份 所以買攝影書 等於支持我的頻道 在那裡大概有50本攝影書 不同類型的都有 攝影理論 攝影技術 攝影文化 攝影藝術 這些都是我看過 值得推介的 即是不是供應商給什麼 我是照單純收的 基本上有些書 我覺得不可以的 我拒絕了它 所以在上班這堆書 我覺得值得大家看 有部分書 不是長賣長有的 基本上 經過我買的書 有幾本 好幾本都斷了時 賣到沒有了 因為香港朋友實在太支持 即是將一些好的書 但問題就快賣完的書 都一掃而綱 所以在上班這堆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去看看 不是長期有的 如果有些刺激 對的話是好訂的 為什麼呢 可能有一部分剩下幾本 就沒有了 有一本夜景的書 賣到斷了市 另外有一本 是散景的 都快賣完 我給大家掃定十幾本 我希望有人要的話 遲些人要 所以掃定才可以 所以我怕沒有貨 除了幫我買視頻書 之外 也可以幫我買蔡司鏡頭紙 就是上條頁就賣到的 蔡司鏡頭紙 是CALSIZE 一個德國配方 一合二百張 一百八十元 平均一元一張都不用 而且包圍運費 送到你家 送到你辦公室 送到你順風閘 以這樣的價錢 包圍運費 都是便宜到離譜的 如果你覺得不想買 這隻二百張裝 想買一隻Made in Taiwan 二百二十張裝 其實每一張價錢差不多 只是單價貴一點 但整體平均價錢沒有貴 然後二百二十張 照除的話 只是多了0.0幾 Made in Taiwan 配方是否不同 我不知道 但起碼是Made in Taiwan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買另一款 上條頁都買了 好吧 盡快剪邊 拜拜 加一條 都買了 particular 不要在網上 地往下 冷眼的 每一塊 扶椁 吃 白碗 壁 可以 造成 每塊 都買不到 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